每日心灵广播体操开始 你今天吃的什么 500克牛肉 6个鸡蛋 还有差不多10个木耳 你今天怎么锻炼身体的 今天是这个练腿 然后还有20分钟的高强度间歇训练 你今天睡眠怎么样 在床上7个小时13分钟 然后其次的话没有打呼 但是后来我看到那个记录 差不多有两个小时的话 是属于活动或者半清醒的状态 其次的话就是白天有差不多10分钟的休息时间 你今天学的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什么 流量不同 细节不同 你今天学的最有趣的一个细节是什么 讲座的时候说 你们大家不要相信我说的话 你今天觉得最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杀死做这种产生这种创造力的事情 你今天觉得最愧疚或生气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没有按照计划去执行 然后提交反馈 你未来想做什么 我想试着反着来 然后就不按照这个计划执行了 然后只在最开始的时候按照计划 每日心灵广播起操结束